美国总统拜登在首场辩论当中的表现远不如预期 让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民主党内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换灯的呼声 不过由于目前距离大选只剩下四个月了 民主党全代会也即将在8月19号就要登场 振前换将的选项是有的 但是充满了重重挑战 因为民主党必须要启动党内的换将程序 时间上是蛮紧迫的 也可能导致民主党在大选前陷入严重的分裂 拜登在首场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 掀起民主党内换灯呼声 距离大选日还有四个多月 振前换将选项的确有 但难度都很高 关键挑战在于民主党初选已经落幕 如果要换掉得票最多的拜登 最省事的方式就是由拜登本人亲自决定退选 启动党内换将程序 在8月19号民主党全代会前 选出替代的竞选组合 时间紧迫 相对年轻的贺锦丽 虽然身为现任副总统 但根据党内规定无法直接顶替 一旦决定换败 党内可能陷入多人竞争的分裂局面 加州州长纽森和密西根州州长惠特梅尔之外 还有其他可能的中生代角逐者 部分外媒甚至不排除如果换灯形式成形 拜登坚持续战 党内8月将展开逼宫 让民主党面临历届大选以来 罕见的危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